字幕志祺 和平安 成餘 我自己叫V 打比賽基本上都是贏 夢想很上打甲1 我自己中四升中五 即17歲的時候 開始跟一些有規模 沒有系統的球都去做訓練 青年隊其實是藍化附屬的 都挺辛苦的 上學、練習、比賽 每天都去打球 技術方面其實進步得很快 加入訓練的青年隊 其實是藍化附屬的青年隊 其實下面還有十多二十隊 每隊都有十五個人 月組球隊只有一隊 你要跟二、三百個人 去爭取10個位 去到中六的時候 自己的付出是比球會一B 上面的教練看得到 我很慶幸是其中一個 升得上月組超問球隊 訓冊做一個職業球員 出席練習 自身地計算給你 再贏到比賽都有獎金 我記得第一個月的收入 有上九千多元 最高收入的試過二萬多元 對於一個中五中六的學生 其實是一個相對比較高的收入 球隊不可以迷惑我 我打的位置叫控球後衛 其實就是做組織 隊友要球 甚至我覺得是要有批准 我才給你球 隊員對我有不滿 但亦都會害怕我 升到中七 我有機會代表香港二十一歲以下的球隊 去上海做一個交流賽 對方的身形比較高大 對方的身形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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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的身形比較多 很多小動作 例如蚊子、蚊子、蚊子、坐膝 因為自己打得比較急 而隊友亦都因為我擔心 而對方的壓力很大 自己好像越來越敏 去到後來的時候 可能大家真的沉不住氣了 自己有一下上籃的時間 被一個球員從後哭頸 就拿到地上 防一聲 我的背部和我的後腦一起落地 那一刻我已經立即沒了意識 當我一抹眼的時候 其實我很害怕 為什麼我下半身動不了 沒有知覺呢 我記得醫生是說普通話的 我的腦子曾經腦缺氧 脊椎歪了 盆骨裂了 我當然很緊張 問我其實我有多少機會 可以康復 他就說 其實以他自己處理過的個案來說 不超過兩成 自己很相信名重率 打籃球 只有兩成的名重率 基本上可以說是 入不了球 很絕望 有一天主診醫生的教友 來探望我 看到他們走得走得 我會更加生氣 你怎麼會明白一個 沒有機會再走得回的人的感受 罵他們 粗口都說了 我哭了一個月左右 他們就說 想帶一個朋友來探望我 我床比較高 我門開了的時候 看到一個頭 彈一下彈一下 跳了上去 那張椅子那裡 這個人沒有手無腳 然後就用英文學說話 他說他叫阿力 他自己沒有手無腳 仍然可以自己搭飛機 來到上海 擦洗臉、換衣服、煮飯 自己都能做得到 他跟我說的是 他用自己的堅毅 這個堅毅信心是神給他 他的故事告訴我 其實每個人在他的經歷上 都是神的安排 所以當時就開始信神 神的捲固 恐怖程度比理想更加快 一年時間 由輪椅去到用拐杖搗符 已經可以出去行動 上年六月的時間 我就回上海 探望主場醫神 看到我的第一時間 你走得很好 他覺得是神職 他當時說 不如我約你見一個人 他就是當時令我受傷各位求悅 初初我會想的時候 如果讓我見到這個人 我可能會很生氣 但原來我見到這個人的時候 反而我跟他說了一句 其實我早已原諒了你 其實那一刻 大家都很感動 我的名字叫Win 其實是家人去改 經歷過那麼多 之後發現 其實什麼為之贏 人生裡面 你贏到的東西的時候 很可能就是 別人失去的東西 你怎樣可以達到Win-Win 雙贏 這才是最重要 耶穌為我們背負了所有的罪 去奉獻了自己的生命 其實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贏 我相信耶穌也不是輸 因為透過他自己的犧牲 他自己的奉獻 他令到更多的人信奉真 我相信這只是所謂雙贏